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阵香气随风飘来 好香的味道哦 吃车轮饼耶 阿婆 我要买四个车轮饼 阿婆 好凶哦 哇 好好吃哦 真的耶 真的好好吃哦 这么好吃的车轮饼 为什么都没有人要买呢 妈妈 我今天跟庙口广场的阿婆买车轮饼 那个饼好好吃哦 可是很奇怪 都没有人要跟阿婆买车轮饼耶 哦 你是说那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凶凶的阿婆啊 是啊 妈妈经过那里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买车轮饼的客人 也许是阿婆都没有笑脸 也不会主动跟人打招呼吧 啊 有了 阿婆啊 我要买 买 几个 我 我要买四个 我 我要买四个 干嘛 阿婆 你一定没有吃过自己做的车轮饼 很好吃哦 请你吃 谢谢你 小朋友 不客气啦 不客气 不客气 于是小光跟阿婆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车轮饼 好好吃啊 奇怪 怎么阿婆的生意变得这么好了 车车轮饼 热腾腾又香又好吃的车轮饼哦 来 先生 这是你要的车轮饼 谢谢 要趁热才好吃哦 小妹妹 这是你的 啊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哦 小光 你看 好多人在买阿婆的车轮饼哦 阿婆变得好亲切 到底是为什么呢 别想那么多了啦 我们快去买吧 不然就买不到了 小光 等等我 都很棒 大家好 我是小光 我本来只是因为阿婆的蒸轮饼很好吃 可是都没有人要买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是阿婆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也不跟人打招呼 结果就把客人都吓跑了 其实主动和别人打招呼很简单 只要说一声嗨 一点点笑容 就可以把心意传给对方哦